因为他要拜,拜得很累 因为要忏悔 但是我们替亲戚朋友,替父母,替他们去也可以 但是最主要,自己也消了业障 所以我看到桌子上有面包 台北最出名的素食面包,卡帛的 大概是我们阎局师,还是一共慈悲 所以就希望各位回去的时候,顺便带回去 所以,你一定会记得退 吃素是好 当然我认为吃素当然好 但是如果做的不好吃,还是很痛苦的 我想,我经常讲什么叫佛法 我说一个修行人 一个修行人就是让人家看起来很亲近,很可爱 很相信他 而且他很愿意帮助你 这样 那这个叫佛教徒 那我想,任何宗教都是在训练一个人 就是能够去帮助别人 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当然佛教的特点 他不是光外表,他从内心里面 那佛教的最大的特点 不是针对佛教徒,非佛教徒 而是,念一遍,众生平等 这个是最重要 一只蟑螂,一只蟑蚁 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尊重的对象 当然像我,各位坐在这边听我讲话 你看我讲话多客气,多温柔 多好听 但是我们就是要训练 不管面对任何人都是用这种口气 那就算我得癌症痛了 我还是要笑笑 感谢医生,感谢护士 所以我刚刚特别来 我就先跑到我妈妈的地方 因为我妈妈就在大支 然后转到这边 因为我妈问我说 那你怎么又来了 那我跟我妈说 我三个月不在台湾 哦,这样子 所以我要来看你一下 希望你健康,快乐 那当然妈妈就会报告 哥哥在哪里 二哥在哪里 弟弟在哪里 顺便跟我说 你儿子要结婚了 因为我暑假的儿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然后当然 你还要去吗? 没有 因为我说我出家了 但是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放心啦 他们结婚了 他们夫妻 哪一天我请他们吃饭 希望他们快乐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去 不太对劲 议论纷纷 为什么这个时候有师父呢? 他讲说我是他爸爸 很难听 然后他就问下去了 然后就该睡别完了 所以,那当然 我妈妈还跟我说 他几岁了,你还记得 无啦,三十二岁了 他还提醒我 一比你较老 对啦,多了十一公分 等等等等 那当然我为什么这样讲 这就是妈妈 他就是,你身体好不好啊 最近怎么样啊 兄弟姐妹如何啊 他永远就问这个而已啦 当然我要 今天我很快就走 因为我要赶来这边 那我一下说妈妈 我帮你念 让你快乐 不怕便宜好吗 所以我就一直念 一直念各种 咒一直念 然后,当然念到有一点 沙哑啦 但是我就希望 当然我的妈妈得到 因为我相信 念这个咒不可思议 念这个佛不可思议 而且他墙上挂了 长寿佛 挂了观音菩萨 我都一一爬到前面去拜 因为我要拜给我妈妈看 这就危待哦 因为他不会念 但是你看 我来拜他 他就会给你光 会给你照哦 会给你照哦 他红色的哦 会让你长寿哦 他牵手牵眼 很慈悲哦 因为你要让老人家 愿意有学佛信仰 有时候不太容易 但是你要很虔诚 很虔诚 然后看到我这么虔诚 你也合中了 因为我真的很虔诚 我想如果你在路边 看一个人 一直在看一下 大家都会看 你是在看什么 同样的 你在佛前很虔诚 那就算他不是佛教太像 你为什么要这么尊敬他 然后他就会生起一个好奇信心 然后再告诉他 拜这个好丫 大家也没拜 所以今天的法文 今天的讲题我自己定了 念一下财富 健康 健康 慈悲 这个是重点 要不要有钱 有钱真好 要不要健康 比钱还重要 还有比财富跟健康更重要的是什么 慈悲心 主逼 所以 慈悲的人没有敌人 慈悲的人没有恨 慈悲的人感恩一切 我希望我一辈子都这样讲话 称赞别人 赞叹别人 不要说念了 永远都尊敬别人 赞叹别人 不然你是在 衰得不知道怎么办 不然你是在 越看越厉害 有钱很好 没有钱还好 不会外交 我们修行不是说光拜佛 我们修行是 服务邻居左右 服务别人 服务众生 你这样对不对 对 算不掉 继续服务 算不掉 也在服务办法 因为 无所求的服务 那就是佛教 所以 刚刚我 从新殿 他们采车 台北市区 然后 元山 大指 内湖 士林 阳明山 天母 我就一直叫 来哦来哦 我沿途在撒干露水 撒干露米 因为我很喜欢这样 对每一寸土地 一花一草一木 都要修行 慈悲 那来到天母 我就发现 当然所有人 都像天母人 这么有钱 希望所有人 都住天母大别墅 对不对 因为我家是台北人 我是住宿 住在迪化街 迪化街是老台湾 产丘啊 有钱人 然后有钱 就会搬到天母 阳明山 那现在已经发展到 另外一区了 对不对 敦化区 信义区了 但是各位你要 如果你看到别人 开好车 漂亮 有钱 你要这样念 来 当愿众生 水当当 好家 开好车 很快乐 不然你要干嘛 可能哦 那你就会自己找麻烦 所以我想 我们不敢看到什么事情 刚才经过台北市综合医院 对不对 然后你要干嘛 那么要是否 大家都健康 然后愿今天大家 这个功德聚会 来回向他们 所以我想刚刚讲到 我们要学习去尊重众生 尊重别人 那我想尊重众生 别人最好的方法 当然就像我今天第一次跟里长见面 但是我们就要一直从内心里面称赞 那我想如果如此 你心情很好 就有一句话 各位很熟 撒香水给别人 自己最后都很香 所以那各位要不要钱 要不要有钱 那就撒钱给别人 自己就有钱 所以看到医院 祈愿他们都健康 你就健康 所以当然不是说有钱 才叫布施 我刚刚讲了 用声音布施 用微笑布施 用好的眼神布施 就像刚刚进来 我们的一共菩萨排两队 哇隔壁的东西 什么贵宾来 那这样他们也有功德 像将来外表长得很好看 被尊敬 因为你尊敬别人 所以当然我自己就不太好意思 我这个人是不能上台面的人 但偏偏轮到我 我很喜欢躲在后面 躲在后面 打坐 修行 看到人我就有一点压力 所以刚刚进来 我说今天有没有粉丝 师父没有 太好了 所以我说电视不要干广告 不然我粉丝全部做前面 我不知道怎么讲课 所以 但是没办法 这是你不能怪他 他怪我 好好坏坏 都自己招敢来的 所以来念一下 别人对待你的 是因果 你对待别人的 才是修行 所以你要修行 但是别人骂你 那是我的因果 对不对 我要接受 我不能去怪对方 当然我希望各位一直背 一直背 别人对待我是因果 对待别人是修行 要背起来 然后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 一定是我过去对他好 当别人骂你的时候 因为我过去对他骂他 这样而已 但是我既然相信因果 所以我现在开始修行 所以我对待别人一定要做好的 免得我将来以后 他对我不好 所以我常讲 这一辈子我能够修行 我一定要把 我有发这个愿 累劫累是百万劫的 这愿情在主赶快来哦 我一定要赶快把你还债 还债 那我下回再来就没欠债 就可以自由的修行 特别是各位要发愿 佛教徒很喜欢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往生极乐世界 干嘛 就是希望将来能够 回到这个世界来帮助众生 那个时候最好是无寡无碍 没欠债 没欠债 那就很舒服了 所以 当然别人来跟你要债的时候 不管是肉体的债 会让你生病 念一下 金钱债主 金钱债主 没有钱的 感情债主 就破坏你的婚姻 这一次我去英国 我们有一个大陆的居士 跟我去英国 授戒 然后授完戒 回来以后 到前天他离开了 他太太还在给我抱怨 师父 我受不了了 他一回来就对我很不好 我又很想跟他离婚 等等等等 后来他们去 我就带他去问一位老师 他说他去英国回来 带了一个感情债主 意思是说过去投胎在英国 那边有一位感情债主 抓到了 这样就回来 回来以后 他这个感情债主在他身上 他就去骂他太太 这样 然后他太太也会看他很讨厌 那叫 无形的小三 但是他却感受得到 所以他就觉得很痛苦 那这个男生 他就 自己也就是被他干扰 我想就像妈妈怀孕 各位比较容易解释 妈妈怀孕的时候 妈妈的心就被这个胎儿在影响 妈妈本来不喜欢吃木瓜了 胎儿喜欢吃木瓜 他就猛吃木瓜 所以这个比较容易解释 所以你身上有一位 有一位债主无形 他就会干扰到你的心 所以如果这位 这位是报恩的 那就不一样 他就你的护法神 那这个是要来要债的 所以两个夫妻就 没事就一直吵 这样 所以我也知道 我就跟他说 那你要原谅他 现在是要对他好 你不要讨厌他 现在不是他在骂你 是那个女的在骂你 他附在他身上骂你 就像双重人格一样 对不对 所以儿子怎么会骂妈妈呢 因为有债主付在儿子身上 儿子就会骂妈妈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 那就解不开 但我说你要原谅他 因为他现在被卡住了 那你要有点耐心 怎么做 你就多去佛钱供花 因为这个女孩子 不是找他麻烦 是找你麻烦 因为你现在跟他结婚 他就找你麻烦 所以他一直骂你 他说对啊 其实短期出家 受菩萨学回来 变一个人回来 一直找我麻烦 所以我特别这样强调 是各位以后在周围 有这种事情 甚至老实说 今天我明明没有做坏事 但是我碰到冤情在住 他就会附着在 故意 我最在乎的对象 还会找我麻烦 因为他就是要报仇 那我就是要还债 所以我想碰到感情在 那我们就还人家感情 还人家感情就 多供花 多给人快乐 多送女孩子的衣服 给女孩子穿 甚至布施 比丘尼的袈裟 给比丘尼 就各种方法 这些都是可以柔和的 给对方快乐的 那欠人家金钱债 那你就要还他债 就是说 你现在去布施一百块 不是你布施 是说 哎 冤亲在住 我替你布施一百块 一直还他债 你儿子一直跟你要债 那你就经常用你儿子的名字 去替他布施钱 这样 你欠他一百万 但是你现在替他做一千块 那就还他债了 因为这个一千块 你拿去老人医院 孤儿医院 那个力量很大的 就足以抵过这个 你欠他一百万的债 所以我们先谈到 今天的主题 财富 健康 慈悲心 财富让我想到一个故事 来到天母 房子都很大 听说也很贵 我们佛教会有一个一亿礼的故事 这个一亿礼各位都听过了 有一位辛苦负责任的爸爸 带着他的太太 跟他十岁的儿子 爸爸早也上班 晚也上班 很辛苦 他想说 他也跟他太太说 我一定要让你们母子幸福 你看远远山上 一间房子一亿 我讲来啊 爸爸很努力 带你们去那边住 所以他就每天很努力很努力 结果就是这样过劳 生病快死了 快死之前 他的太太哭啊 他说 太太你不要哭 把儿子叫过来 拉着儿子 儿子啊 爸爸这么努力 就是希望 你们可以去住 那个最好的房子 我要爱你们 但是爸爸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爸爸要把全部的钱交给你 你呢 继续去努力 哪一天希望你能够带着你的妈妈 一起住在一亿里 哎呀 爸爸已经会升天了 快乐啊 这样交代 交代完就断气了 断气以后 当然他太太哭啊 把他上司办好了 就把这个钱 按照他先生讲的 把你爸爸这么辛苦 赚了好几年 交给你 你爸爸说 你好好去做生意 结果这小孩子真的很认真 每天早出晚归 比他爸爸还认真 他妈妈心里就 哎呦 好在生了一个孝顺的儿子 这样很好 结果忙了一两个月 他妈妈说 儿子啊 最近赚多少了 他这样 两手拍拍 不啊 都保识完了 妈妈 我都布识完了 空了 妈妈阴倒 阴倒 他这个事情 打掉了 那怎么办 结果阴倒 没关系 过几天 小孩也晕倒 一病不起 死了 哇 这下更惨 妈妈就变乞丐了 哭啊 变乞丐 当然 这个故事 有讲回来 各位听过了 结果一里里面的 几十户人家 一户最有钱的人家 他们呢 结婚很久 都没有怀孕 结果突然太太怀孕了 哇 很高兴 但是生下来以后 问题来了 小孩子天天哭 不喝母奶 什么都不吃 他们全家就很痛苦了 赶快登广告 有没有人能够抱着 我的小孩子不哭啊 我给他多少钱 这样啊 然后呢 能够让我小孩子呢 喝牛奶 那我就 再给他一栋房子 那当然 很多人就排队 没办法 后来人家就告诉 那一位乞丐 死了 现在那小孩 一年多的 你也去排排看 那我哭了 因为我那小的人 我倒霉 对不对 死了先生 死了 儿子变乞丐 就去排队 结果排到他 各位想都知道 小孩给他抱 居然不哭了 还会笑 有钱人赶快拿一瓶牛奶 小孩子喝得酸酸酸酱 各位你要做我的 台里国旗公车 不然大家 照顾没办法 现在佛教有一点难 对不对 你要不声音好 又有一点帅 不然人家讨厌 不然谁听你的 我师父给我交代了 菩萨八法 今天叫我辈 要有钱 要出身高贵 要声音好听 妙相庄严 讲了老板 结果 他 这个有钱人那么高兴 赶快赶快 这个栋房子给你住 给他那贫穷女 你帮我带小孩 我给你多少钱 他就住在那边 到了晚上 才抱贝比的时候 那小子 妈 你妈我 现在你知道吗 妈妈吓一跳 怎么我儿子的声音 妈妈 我带你来住了 那你了解吗 调查一下 第一次听的举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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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师傅一下 让我快乐一下 真老实 你不要骚人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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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故事都听过 没意思嘛 所以 哇 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道理 因果百分之一百 你要发财吗 你要想到 你所做的一定有果报了 现世报 来世报 未来报 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啊 对不对 他不用去累得要死 他爸爸就累死了 对不对 他这样子 直接把妈妈带进去 都不用贪 所以我常跟我们 颜普少说 他过去不知道保识 这样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人很爱保识 随喜功德 有钱真好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个世界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做 所以到处你都可以布施 所以我今天特别去仓库 把佛像挖出来 对不对 我要送各位 比一万亿里更重要 佛像 我要送各位 不会生病的甘露丸 我送你甘露丸 我就甘露丸 所以刚刚我妈妈 我走她要喝那些补品 然后我就拿一瓶甘露丸 给它丢进去 因为最小科了 她就没感觉 那个外劳还不错 我们的印尼外劳 她说 等一下 师父 我闻一下有没有味道 不 她怕我妈妈 她怕我妈妈 闻到不好的味道 不喝 我说没有 不会 对不对 后来我走了 我拿五千块给她 她照顾我妈妈 我拿五千块 我还开玩笑 让你缴电话费 好累 为什么人家刚结婚没多久 就在我家到现在都没回过家 对不对 因为之前她带我妈妈 带了三四年 为了婚姻一直拖拖拖 对不对 然后后来 一定要结婚 结婚以后 没几天又把她拉来 所以我知道她心情不好 新台币是个好方法 对不对 紧一看 晒下去 她就笑动一点 对我妈妈好一点 所以这个要要 所以她很喜欢我去 很喜欢我去 我去五千 以前是两千 对不对 但我不能让我哥哥看见 你带给她这么多 要从事 我刚才说 这就是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让人开心 他就照顾妈妈 他也开心 是不是 他不是我们请的 因为我都跟我们阿弟说 哪一天 老实讲 我说我妈妈不在了 我都会一辈子对你很好 因为你替我孝顺 你就像我姐姐妹妹一样 对 因为我是从内心讲的 我不会 我不会如此 所以我一定会永远记得她 因为这叫感恩佛教徒 因为看到她 我就更会想到我妈妈 但是她也会好 当然我给她钱 然后跟她讲一讲 就跟她说 这个印尼大海啸 对啊 好恐怖啊 死了一千多 我说没有了 将近两千 她就问我 为什么 杀生吃肉都 头笑 所以这五千块干嘛 所以你不要吃肉了 嗯 这个叫 你没有五千块 后面就讲不下去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 一定要布施啦 爱意啦 那她就 不好意思啦 我的意思 我不能强迫人家说 做我们家的 一定要吃素 对不对 但是这样以后 她就不好意思吃太多肉 嗯 那至少少一次就少一次吧 但是你要借这个机会 跟她聊一聊 那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一种悲心嘛 因为你照顾我妈妈 我更要照顾你 对不对 你要照顾我妈妈到往生 那我也会照顾你到往生 到下一辈子 所以 那这样以后 她心里一定会感动啦 因为她虽然跟我们宗教不一样 但她心里就会很舒服 尊重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尊重对方 一定要表现在语言态度上面 那各位一定要去 称赞 称赞对方 所以叫 家和万事行 大刚求行力的货 对不对 因为你要做生意 就说哈哈 人家很快乐 所以我想 我们想发财 那你就尽量的 让别人发财 快乐 那就算 寇贷没钱 有个心嘛 只是佛教讲了 我们所帮助的对象 不是光人 所以我沿途都会一直撒米 撒米 是黄金 米对鸟是黄金 对不对 对那些看不见的众生是黄金 因为你会念 你有这个念头就好了 就是说 希望这个米 让这些好兄弟们可以吃到 可以离苦 这样 那你想想看 我从心殿撒到天幕来 那还得了 要不要再听故事 我等一下讲完 你们要通通举手 没听过 这个叫什么 你意思 一公里黄金 有没有听过 对对对 真的是一公里 一公里黄金 这什么意思 有个穷人 然后他去山上砍财 每天赚三毛钱 结果他下来 看到前面很多人 干嘛 原来有一个师父在那边托波 他要改大殿利益众生 然后呢 那很多人去布施 那这个穷人想说 哇 他们在布施 那我这么穷 一定我没布施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所以他就 看到别人跪 我布施还要跪呢 所以他也跪 跪着他把他三毛钱放下去 他放下去以后 天啊 他不知道 世间有这么快乐的心态来了 所以世间人说 不施的人更快乐 当他跪下去 布施 他这一天的薪水 三毛钱 就靠着吃饭了 他竟然心情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以后 人家拜 他也跟着磕头拜 他心情好 他就唱歌回家 心情就好 落地也不紧 心情就好 结果就从那个地方 一公里跳跳跳唱歌回家 这样啊 那这个故事又讲回来 那在佛陀那一世的时候 有一个国王 看到一只黄金色毛的猫 这个猫出现 哇 金色猫 没看过 结果猫跑到一个角落 钻在 钻在里面 不见了 那国王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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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挖 一挖 哇 黄金 怎么开玩笑 再挖 两层黄金 再挖三层黄金 一直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了一公里的路 都是黄金 但是这个国王 奇怪 他就跑去问佛陀 佛陀 为什么 这个国家有人 这么有钱 藏在这边 我以前都不知道 那 佛陀怎么回答 国王 你忘记了 那是你的钱 那国王呢 哎呀 佛陀你乱讲 所以 佛陀说 你过去是 是一个穷 就把故事 你不思的 三毛钱 所以三层黄金 你很快乐 这样跳回去 所以整公里 都是黄金 所以各位 麻烦你等一下 用跳的回家 一直撒水 对不对 一直撒米 就是要如此 所以你就会制造 下回呢 你变成天母 一里 好几栋房子 对不对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发财 容不容易 各位有没有三毛 三千万的三毛 问题你摆在银行 就没什么用 你要赶快拿取出来 印尼 等一下我们来办个捐款 好不好 我们赶快捐一件 因为我们印尼那边 正在帮忙 送到 输到威士 灾区 当然我们钱不多 但是至少 大家都三毛钱 也不错 你又真的拿三毛钱 对不对 而且布施 买便当也好 买衣服 它不像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 嘉义东西 有水在我们 嘉义的菩萨在那边 主便当 对不对 主便当 那天把我拉去 一人布施三千块 我心有疼 三百多万台币 对不对 然后 他们就 不是吧 但是 我就帮助他们 那边哪有人 煮便当 还抢你的 煮便当 因为这是印尼的习惯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来 今日功德 过去所有功德 回上印尼 地震海啸灾区 速得恢复 往生者离苦 受伤者健康 无家者得家 恩阿佛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 心里要记得这个事情 因为佛教里面讲的 一心念佛 什么叫念佛 因为佛在念众生苦 这样子 所以我们 我们一定要念佛的心 佛的心 就是在帮助别人 只是我们的心 力量不够 所以我们通过 佛的心的力量加持 我们就希望帮助 更多更多更多 更多受苦的众生 然后把这个念头 成为你 永恒的念头 永恒的心 如果你有一个永恒的心 我们叫永恒的慈悲 谁可以达到永恒的慈悲 谁可以达到 佛陀 那就成佛了 所以整个大乘 不管是所有佛教的修行 就是为了 让你达到这个力量 在念是 永恒的慈悲 那你要达到永恒不容易 对不对 你的车停在路边 撞你一下 你就不永恒了 我参加佛会还被撞车 那为什么你不会永恒 所以你要 为了要达到永恒的慈悲 各位要达到 你也叫无我平等的智慧 就是一个没有我的存在的 这种空性 而且对所有事情众生 绝平等的这种智慧 不然你那个永恒的慈悲 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因为你会变成 很想慈悲 但是气息老人 这个叫烦恼菩萨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心 但是他碰到境界的时候 就死死了 抱怨 然后这样的时候 功德就具足不多 所以你要把功德很扎实 今天我布施三毛钱 能够达到这么扎实 而且未来甚至都变成成佛的因 那你这个过程你就不能生气 不能抱怨 也不能爱面子 不然他就一直损失掉 就像有个比喻 我捐一百万 这支条 我的名字很快乐 他存五十万 然后你就带人家去看 你看 这个柱子我捐了 还存五十万 哪一天他褪色了 尤其 怎么没把他插入金 没了 没把他 也就是说你一起心动念 你这个功德就一直流掉了 那起心动念就是 你有一个分别心 希望人家认识你 而且希望这个不满意 那你就会生气 那在这种情况 那就会损福报 所以有智慧 他就没有这个我 我的存在 我喜欢 我讨厌 那当然讲到智慧 那各位就要养成智慧的习惯 我认为我这个人 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是我什么事情都想得很仔细 想到未来 想到过去 这样 我不喜欢 也没有那个习惯 就是坐在那边 等工作来我才做完成 然后就休息 这样 那我们各位 一定要一直去想 一直去想 因为这个世界 如果你要去工作 你要去爱众生 然后再远再远的角落 都有事情可以做 那你要一直想 一直想 这样 当然我们做的过程 一定是在这个末法 做的过程一定怎么样 已经尽力了 但是这个尽力 我们只能说 用更大的光 来消除黑暗 就好了 当然如果 能够想得更细 更有时间 然后把它编排得很好 当然佛教讲 要你 等待因缘 因缘还是要承受 就像各位生病 我当然希望生病赶快好 但是这个因缘不承受 是不行的 所以谈到生病 要健康 那你要具足 你找到最好的医生 但是佛教讲 你找到最好的医生 病不见得会好 如果说有钱 最好的医生 病就会好 那这个世界 就没有人病死了 但是你要 你要把这个病健康做好 你要造成健康的因 而且没有生病的业 这样子 所以各位再听一个故事 保证你没听过 因为事实上都听过 伯居罗尊者 能不认识啊 伯居罗尊者 在佛陀时代 活到165岁 都没破病 而且不是光这一世 佛陀沙已经91节 一节是好几百世 通通没有生病 羡慕羡慕 理由很简单 他有一次看到一个 生病的老法师 他没有上台被供养 这个乞丐呢 他很想学人供养 但他口袋没钱 但是人家给他一颗水果 烂一边 他把它切掉 然后把这一半的水果 那个时候叫阿姆罗果 很好的 就去供养那位老法师 跪在那边 惭愧啊 老法师我没钱 你也不可以接受我供养 老法师没问题啊 接受供养 一吃下去老法师 哇 这个水果一吃 我心神很好 好像不生病啊 哦你有什么愿 那这位乞丐说 愿我生生世世哦 发财健康哦 对不对 我也希望将来 我可以碰到 所谓的佛陀跟他出家哦 这样 他就发这个愿 所以因为这样 伯居罗那一次 无病而终以后 就投胎升天做大富贵 天神 九十一节 那意思等到佛陀来 视线了 他从天上下来跟他出家 成为世间的人 所以出家以后 又很快争了 所以各位 水果烂掉 可以乱丢吗 我都这样 其他提起 去布施 放在墙角也好 放在树下也好 等一下小蚂蚁来吃 搞不好小鸟吃几口啊 因为佛陀讲的 今天 你虽然照佛像一寸 几百万啊 黄金做的 福报很大 功德很大 但是呢 你用几颗米 一点点水 刚刚讲的 坏掉的水果切一半 布施给可怜的众生 可怜的包括那些 流浪狗啊 蚂蚁啊 可怜的 这些孤魂野鬼 这个功德呢 超过供养 一尊佛的功德 等于你用一辈子 去服侍三宝 供养三宝的功德 都不如一个 慈悲性的布施 最后要多布施药 布施药 特别现在病苦 贫穷的人 多了 那各位 你最好怎么做法呢 你在家里拿一个盒子 你每天就放五块钱 对不对 五块钱 我这五块钱 为我生病的妈妈 所有生病的人布施 那一个月 积下来 一百五十块 对不对 那你拿去 那些慈善医病的团体 哪里都可以来 伊甸基金会啊 那一些老人院啊 需要被帮忙的地方 对不对 我为什么喜欢这样做 是因为 因为我认为 修行不是一次解决 而是我每天保持正念 慈悲心慈悲心 所以你最好 那我现在自己画格子 像填充体一样 这个都 我每天都勾完 我只要碰到一件事情 每天都勾完 当然 勾完以后 我们的会计会帮我整理 这时候我对会计 我都会给他 加薪水 你都帮我整理 对不对 他就想说 修理了一边保持五千 分得多 我很难开担 但是我跟他讲 因为佛陀时代是这样 有一个有钱人 他很吝啬 不愿意布施 后来一位居士就跟他讲 哎呀你这么有钱 让你将来更有钱 你应该去布施佛陀 他跟他讲不好意思 就拿一点点给他 但这个有钱人很健谈的 这个人搞不好骗我钱 拿着钱又不帮我布施 他就想说 如果你拿钱不帮我布施 我找人打你 但是这个人拿到他钱以后 跑到佛陀那边 他就给他分得很细 我每一个出家人都帮你做 每一个好事都帮你做 所以他想 他要让他小小的钱 做最大最大的福报 希望他可以消除这个天坛 让他来世更有福报 后来这个有钱人 就来问佛陀 佛陀你 我拿多少钱给某人 他有没有给你 佛陀说 没有我只有拿到那一点 他有点生气 佛陀说 哎呀你不能生气 这个人 你就是说你拿给他 假设一百块 他帮你分了一百份 做每一件 三十 那个人就掉眼泪 很惭愧 但是佛陀说 你愿意来找我了 我就告诉你 他帮你这样做以后 你未来是得到什么样的福报 所以他本来对那个人不相信 然后来重用他 每次都委托他做最大的好事 当然这个人的功德 比布施人的功德更大 所以劝人入佛门 劝人做三世 那个功德更大 所以尊者 底下尊者 佛陀都这么说了 所以我认为 我想 如果我们今天讲财富 那我们就 再念一次 愿大家发财 愿众生脱离贫穷 随喜所有不失 天天不失 最眼睛不失 语言不失 微笑不失 就像我师父每天都叫我 我永远都记得 所以我每天都会穿得很整齐 我师父以前 我以前在恒春 恒春热的要命 大部分的出家人都不穿袜子 穿个短的凉快 那我师父给我说 不行 因为我们到这个乡下 那边没有佛法 但是他说 你只要出去 就要穿得很整齐 然后街上人都会看你 这样 这个就是布施 对我来讲是 真的是布施 忍入啊 布施 然后呢 你要去街上走 然后去那边吃饭 去跟那边祝念 去跟那边关怀 这样啊 所以我师父这一点 我很佩服他 他再怎么样情况 他穿得最好看 所以他送我第一件 我这辈子第一件长衫 他送我的 冬天厚的 然后叫我再恒春穿 你跟我我忍住 为什么 因为我不像很多人有福报 我出家的时候没有钱 我老婆全部把我封掉 所以我没有钱做衣服 我去做衣服的时候 他们给我算钱 我走一个 不敢说过 我是说出家人 一家三十 我一两百 我哪知道那贵 所以没有钱付 就给他说下回脑 这样啊 还是穿那件回家 所以 但是 我师父这样交代 我就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这样 对我是个很好的训练 所以 给人欢喜 给人一个好的形象 所以老师说 我师父给我说 出家人要壮严 所以我到恒春穿 旁边去 书 落双 落双 吹下去 衣服飘起来 好美 有点爽 原来穿这个还不错 大家不知道 里面都湿的 但是 习惯久了就好 为什么 因为 凡事 这个都是姻缘 但是 因为我师父告诉我 布施 吃饭也是布施 吃完饭也是布施 把碗筷收好 对不对 吃饭的 的庄严 赞叹 随时都在布施的心态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必须告诉各位 修行如果有好多老师 真的是三生百生有幸 所以 我们这几位长老 因因教诲 因为他们认为他老了 他们要 将来就不在了 这个佛法就靠你们了 第二代 第三代 特别我们师公 穿衣服 只要想要跟他讲话 一定要穿海青 搭曼衣 像要去拜佛一样 一定要的 所以很多人不想去 去了以后 知识也好 坐也好 站也好 都要很整齐 因为我师公 给我说 这个修行 也没修行 没关系 威仪最重要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来台湾 讲那个河南话 没人听得懂 就是看他们外表 所以我师公的外表 更庄严 像阿罗汉一样 像阿罗汉一样 讲话声音 更好听 听不懂 我是翻译 但是因为 他们就是很重 这个东西 他认为 人 出家人 我讲话你们听不懂 但是看我外表 尊敬 这样就好了 他就跟我描写 那个时候 瑟利佛 就是因为看到 马圣比丘那种走路 对不对 就给他度了 告诉他 你师父是佛陀 这样 讲了一个寄语 他就开悟了 那叫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坐 如是说 就固为是佛教 最重要的设立 这个叫什么 法身设立 真正佛陀的骨头 都输这句话的功德 所以佛陀说 你盖住最大的塔 你住最大的佛像 把这四句话放进去 圆满所有庄障 这叫法身设立 因为世界的真理 就是这句话 诸法因缘生 为什么 一切法 之所以会有钱 之所以会贫穷 都有它的因缘条件 为什么可以健康 为什么可以发财 刚刚讲 不是要帮助病人 不是钱 随起别人发财 这叫诸法因缘生 但是凡是因缘所生法 时间到了 一定会诸法因缘灭 所以一切法 一切存在 一切关系 都是生灭变法 叫生生灭灭 因为一切的存在 不是莫名其妙的 不是单独永恒不变的存在的 一切的存在 都有它的 之前的种种的原因条件 聚合而存在 所以别人对待我们的是因果 不要怪当下 不能怪当下 这你要回溯 过去过去 如果你相信这个 那你无怨无悔 太好了 就像我这个人 是要来消业障 被报仇的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 来了 又消了 对不对 有一点痛 又消了 所以我 当然我很喜欢 各位有可能喜欢 我很喜欢挑重点 这是我师父教我的 报纸从头最后一个字 一定有一个重点可以用 对生命有关系 当然我师父规定 我每天要看半个钟头的新闻 为什么 关心社会 你千万不要说 我是念佛祖的 不看报纸 你念给谁听 你要念给报纸 那些受苦的众生听 你要知道 一年有地震 对不对 哪里有状况 你要为他们念佛也好 供水也好 所以 当然你要达到一个好的结果 这个中间的过程 是应该的 各位这个心态很重要 因为这个心态 才会让你 因为为什么把慈悲放在后面 你有了慈悲心 这个财富健康是必然的 无法避免的条件 因为你希望两边的人都快乐健康和好 那个力量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偏一边 对你就有伤害 为什么 你得给对这一边不慈悲 哪怕说这一边是九个人 这边只有一个 你连对一个的都要慈悲 所以佛陀要我们超越胜利跟失败 胜利的人遭愿 失败的人遭苦 那都不就近 所以对两边我们都统一 统一这个叫空性平等 无我的智慧 那你才会产生公平的慈悲心 去帮助他们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愿意种一个甘蔗 或是在家里门外撒撒甜水 家里人不会吵架 那佛教里面 为什么这个是因果 因为你撒这个甜的水 给那些受苦的众生 众生各位喝得甜的欢喜吗 高兴 那高兴 所以他就不会骂人 不会吐火 那当然你就不会遭受口舌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是为自己 佛教讲的慈悲 来当愿众生 发财 健康 所做的一切都 都想的 所有的世界 国家 所以他们今天来问我说 师父 要不要摆佛像 我说不要 今天这个是饭店不一样 摆什么 地球 刚刚我进来看到 气球 不错 所以 这个代表五方佛 各有颜色的 因为 我们念佛的对象 拜佛的对象 是为了帮助地球 为了帮助星球 帮助世界 当然了 我有交代 我说我前面只要摆一个东西 我怎么摆去 我在前面 花眼睛 这样人家看不见 我永远会摆一个塔 塔代表佛陀的心 叫菩提心 然后提醒自己 也让对方看到 找到你的心 这样 我们的心 就是一个 利益众神圆满的 菩提心 这样就 当然 摆各种的塔都可以 那是 你想一下 所以我每次到台北 很多人 找我 那一天 他们到路了 我说来 我带你们去 看台北最高的佛塔 有吗 有吗 有 看到那边 101佛塔 盖得很不错吗 里面都是黄金珠宝 都是名牌 庄账的 因为对我来讲 就是这样 因为我很喜欢把它观想 各位念一次来 Om Manifajili Home 这个咒叫 大宝广博楼阁咒 也就是说 你看到建筑物 看到任何东西 你就变得念这个 Om Manifajili Home 你要不会念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大宝广博楼阁 然后就代表 五方佛在里面 所有进去到这个 建筑物 这个宝塔 他们的五毒烦恼 通通转为 圆满的五种大智慧 Om Manifajili Home 而且各位要观想 只要这个门打开 百货公司 大家冲进去 哇 Om Manifajili Home 都到了佛的净土 那特别因为 我天天坐飞机 然后佛经又说 当你飞机上看到 大海也好 陆地也好 很多人 你要马上 眼睛看着他 念一下 Om Manifajili Home 所以Om Manifajili Home 一看 他们所有的罪业 通通消除 所以叫 大宝广博楼阁 灭罪咒 除了灭他们的罪业 他们的一切 都变成像 在净土里面一样 所以各位 这样你眼睛会不会好看 那时候眼神是像佛的眼 因为你有佛的心 Om Manifajili Home 小野长 各个庄严如净土 特别在飞机上 这样功德大不大 大 所以我认为 父母生给我们这个身体 眼睛 耳朵 鼻子 我认为我现在 当然我 永远感谢我的父母 累世父母 最好的方法是 用我所有的 用的一切 像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 剃下来做烟共 很香的 头发烧起来香不香 你回去看看 真的不一样的味道 那个味道 动物很喜欢 鬼很喜欢 但是我告诉你 讲到头发 家里地上不能有头发 因为有一种鬼 专门附在头发上 经典有说 所以你家里 不能地上 你经常一定要 扫得很干净 那我的 鬼一师父 发正头发 这还会 头发剪下来 包好 不要乱丢 你要丢到水沟 像我们出家人 尖尖了 然后流下去 小动物一咬 它就会穿 穿过去 会死 所以你把头发 剪一剪 放在眼睛 你眼睛就会流血了 很利的 所以要说 把它烧掉 烧掉以后 我们又会念 燕共仪轨 化成燕共仪轨 而且也是一种 替身 头发或指甲烧掉 等于我的身体 烧给他们 跟他们回想 所以那天 我也看了电视上 一个故事也很好 我以为她是个女生 因为她小时候 好像还没有去上小学 就听人家说 有一个人很穷 然后如果 她鼓励长头发的人 剪下来 卖掉这个头发 捐钱给这些 癌症痛苦的小孩 贫穷的小孩 她回去又跟她妈说 妈 我不剪头发了 结果从小学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长到四年级 大家都笑她 这个可能是娘娘呛吧 她都忍 而且妈妈也帮忙 整理头发 等她四年级 顾长了 她就在大众的证明 理下来 卖掉头发去捐 去捐给贫穷 但是大家那时候 就对她刮目相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 虽然小朋友没钱 但是她尽她的力量 而且四年被侮辱 被笑 对不对 人家以为她是 从小像女生一样 但是她就 她有这个理想 这个是前世修来的 前世她就有这个 反正头发没有用 但我对别人有用 我想各位不用 留那么长了 随便一根烧一烧 也很想 但是你每天都要做 每天就要做 这是 现在各位有位念佛 你在烧掉的时候 念 就灭罪咒 你在烧掉的时候 修替身遗鬼也好 把我的头发指甲 布施给众生 那我想 你要是每天能够 利用你现有的一切 去做 那你就不会有 这个比较的心态 为什么 一切为心照 这是我们的心态 就像我今天要来 当然我想 我要讲什么 但是我会去思维 我希望今天来聚会的 都是有缘的 希望他们健康发财 我可以 我很多 很多故事 我有很多想法 而且希望今天来 来 所有功德 回向天母地区 士林地区 我都很好 所有男女孤魂 多胎胎儿 动物亡灵 参加法会人等 身上怨情在主 从心殿到这边 写好写好 不够 出钱 每一样都帮他做功德 全部都做完 回向 对不对 然后这样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我认为各位也会得到功德 对 所以我一定要先给我妈妈 对不对 而且我每次去看妈 我一定是 我比小丑还小丑 我就要让他快乐 但是妈妈是我学习的 如果我如果能够对每个人 都像我妈妈 那我就解决了 对不对 我就没对我 谢谢 怎么会这样 没错我对他好 所以 但是要不断提醒 当然我这里面不是光这张 我写很多 每天都替印尼 苏拉威 给他写一张 每天都要给他写一张 下一张我要去新加坡 再来要去加拿大 再来去美国 再来去尼泊尔 现在说 把功德先做好 那他们就像我今天 电梯打开 一排人在欢迎我 众生 他不会严谨在所 那边等你 对不对 一下飞机就感冒 然后就送医院 但是我认为 钱不是多少 而是说 你自己愿意 你都不要写钱 也没关系 但是我只觉得 下钱快 你叫我黏着重金 我现在没时间 但是 但是我 其实我就OK了 你叫我点灯 我根本没办法 我在房间 每天点三盏灯 我一定点 但是我没办法 叫他们点一万盏灯 但是我 我都会随时 这一盏灯 代表 代表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 然后把点灯 起愿文 愿灯具 等同三千 我都一直观想 虽然一盏灯 我很认真 这是有当时 我在堂安盟 这样念很久的 我有一天看到 一个人一直在看我 这边不知道你念什么 我念一个点 灯 灯烟 我这一次住在新店 比较久 每天灯烟 灯到天亮 我想说晚上没事 结果前天 那个人动不掉 应该是佛教 他跑来 跟我们赞扬的时候 你发挥板 那久了 你摥板 天亮了 不好意思 我都没睡了 我以为楼上没人住 我哪里知道 刚好我坐的房间上面 他就住在我 每天就给人家吸 因为这两天天气凉 所以他中午打开 所以他很客气 他真的很客气 他说这样好不好 你们就早上开始坐 我去上班了 晚上就不要坐 跟我心里倒拜 但是我认为 这个人讲话怎么 别人就骂了 他只说 不好意思 舒服 你发挥的 我都捅好料的 开什么玩笑 我认为我没办法做很大 但是我做很精 白芝麻 黑芝麻 椰子粉 药粉 还有他们给我喝的 最好的喉咙粉 我整个扬声 哇 好香 对不对 然后我每天 故意打开窗户 那个门 因为我们来 有些一工严工来上班 哇 师父里面好香 这样 对不对 然后知道 海淘法师有在慈悲 不是假的 对不对 我有在做 我天天这样子做 但是 当时我就感谢 哇 你躲在楼上 真好 八天 你压中消毒 因为他很有风度 他没有骂 没有怎样 他只说 不好意思 你话会把人家顾 所以就 结善缘 但是我认为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人活着 最大的意义 就是能够去 帮助别人 这样就好了 当然我做这个 我想给所有 住在那边的 家家户户 里里外外 而且做这个 跟世界每一个角落 在做的 都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常讲说 我过去是 做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就要放火 开始在那边唱 知道神来了 但是看到那个 就兴奋 闻到那个烟 快乐 当然有些人闻到烟 不快乐 他没有中 过去没有中 这个善根 那就没办法 念佛的人 听到念佛会哭 因为我过去 因为念佛 被超度也不一定 我听到佛号 很快乐 有些人看到 莲花生大事 长呼吸怪怪 没有结善根 那个呼吸多帅 我们还长不出来 他眼神多好看 所以我唯一的快乐 是莲花生大事 讲这边有两条 我也有 我老伯给我念一世人 教授我是受这个 你不知道 所以因为莲师 他永远要有一个 有一个敏锐的愤怒 去调伏众生痛苦的眼神 但是如果你没跟他 中过善根 跨到一边怀疑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跟每一尊佛 神都结善缘 公子 妈众 所以我来这边 想说天母 天母 这边真的有天母 天上圣母 圣母玛利亚 天母 所以一定有加持的地方 所以来 法会功德 会像天母 天母会加持 法会功德 会像土地公 家家的地基主 家家户户 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 及其冤亲在主 有行无行 所有有情众生 同享伐心